哈囉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 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喔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我是寗官 歡迎我們忠實觀眾跟粉絲朋友 少妙QRcode訂閱 年代向前看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訂閱突破63萬人 這一次疫情造成全球重創 全球都在算帳 現在川普帶頭算WHO的賬 直接美國方面斷了WHO的晶圓 斷了晶圓之後 美國事實上各式各樣去中國化 跟找北京中南海算帳的政治跟經濟 跟各種法案的動作不斷的丟出來 而美國內部確診已經突破60萬人 死亡人數逼近3萬人的同時 川普想要拼的是5月1號開工 而且帶頭全球去中國化 然後與此同時呢 解放軍面對一個龐大的壓力呢 也不斷的把內外交迫的壓力 矛頭指向台海 然後美國軍機三週以來超過12次落台 事實上美軍跟這一個共軍 在台海在太平洋上 爭鋒相對的壓力也越來越大 那台灣社會一方面也算WHO這一條帳 另外一方面也算健保這一條帳 究竟誰呢 終生在健保上面有所貢獻 有所繳費 然而在台灣沒有繳稅 沒有對於健保費率有所貢獻的人 憑什麼無限制的享用各式各樣的醫療資源 這個是台灣社會在算的另外一筆帳 這個帳背後有多少 不愛人這個故事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林靜宇醫師 大家好 再來是洪文翔醫師 大家好 好 再來是陳婷官家朱月忠 大家好 再來是吳家榮大哥 大家好 再來是吳姆傑 一場疫情全球都要受到龐大的損失 一方面是人命的損失 一方面是全球的政治金融經濟壓力 乃至於事實上 這是一場非常惡劣的疾病 某一些社會觀察家 他認為地球上的傳染病 可以傳染得這麼凶 是因為地球上的全球航運 跟全球的交流特別的頻繁 然而最弱勢的人 往往是最難得到第一時間的醫療醫治的人 所以這場傳染病 他也暴露了得病的風險 當然跟你的經濟所得 跟你的社會位接 跟你的醫療資源有所關聯 而WHO這一次的零零總總的決策 不只害了很多人命 川普還要算這一條錢 我們看他怎麼算 WHO in contrast China contributes roughly $40 million a year and even less As the organization's leading sponsor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duty to insist on full accountability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We have deep concerns whether America's generosity has been put to the best use possible The reality is that the WHO failed to adequately obtain, vet, and share information and a timely and transparent 好創下 這個川普昨天的白宮公開記者會 花了非常長的一段時間 算WHO這一筆帳 算人命的帳 也算金錢的帳 然後直接砍斷WHO的經援 川普是氣死了 而且因為什麼 譚德塞爛透了 WHO太糟糕了 所以他這個記者會 川普很愛講話 可是他是正式在白宮裡面的 正式記者會 這個規格就代表 美國的立場的徹底宣示 WHO爛多了 所以我要砍他的晶圓 他裡面川普講的是 為什麼主要原因是假訊息 而且是不斷的管理 而且是所謂中國透明的資訊 其實一點都不透明 造成了很多不斷的提供世界 從一月以來到現在為止 虛假的不實的死亡率和傳染率 所以造成全世界沒辦法拿到正確訊息 所以川普說針對譚德塞 WHO我要動手了 所以他要砍掉每年四到五億的資金 為什麼作為美國納稅人 應該是WHO最大的股東之一 你這個最大股東出去之後 我沒有得到你的照顧 所以我要追究你這個CEO 這個幹事長 所以他要追究譚德塞 而且川普正式在開這個報告之後 美國有議員已經提案了 要去追查封鎖譚德塞 他的電腦和電郵 四月二十七號以前 你要給我交出來 這個東西是準備把它送上法庭的 甚至有人說要去追查 不只是WHO正式的錢 你譚德塞有沒有拿到另外的資金 這個講得就更白了 直接針對就是要砍WHO 而且川普講說 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不排除成立一個新的世界衛生組織 重新去處理這個狀況 這裡面當然台灣就很重要了 台灣剛好也拍了一個廣告 在紐約時報登上來了 WHO who can help 誰能幫助 答案是台灣 一個WHO who can help 裡面是一個地洞 你如果相信WHO的 你就走到地洞 你就下到地獄裡面是黑色的 但是你要支持台灣 你跟著台灣走 台灣就是來幫助你的 所以看到是一扇門 可以讓你走向光明 而這樣一個廣告出來之後 確確實實引起效益 因爲什麼歐巴馬時代 他的駐聯合國大使沙曼莎鮑爾 按讚分享 連美國的醫學裡面的心臟權威 叫做那個埃里克的 也按讚也分享 代表著這個廣告 不是一般人的有感覺 而是美國政治上 包含歐巴馬時代官員 包含美國的醫學上的權威 都認為說這個時候 要好好的把WHO這比賽 給算清楚 那川普事實上 去年一整年算的是貿易账 那今年算的是WHO的账 所以川普各式各樣的算證 跟去中國話 很有可能是從現在這個時間點 到他年底爭取連任當中的政治主旋律 是的 川普還講說他WHO和WTO 像一個雙胞胎兄弟 裡面其實都是一樣的 雙胞胎兄弟裡面是做什麼用的 因為他背後都是中國 WTO裡面呢 給了中國太多的優惠 讓中國一直呢 占了全世界便宜 占了美國便宜 而WHO呢 也完全的去配合中國 完全去呼應中國 害全世界死了這麼多人 所以雙胞胎兄弟要算這個賬說 而且他講的就是WHO WTO 你們都是雙胞胎 你們背後都是中國 好那林玉石這一次 非常特殊的狀況是 帶著全世界算賬的是川普 那川普老大一出手 各式各樣的政策 乃至於美國事實上 對於這筆賬 究竟要如何算 最終也有可能算到國際法庭 那這裡頭有非常複雜的國際的這個平台 跟國際政治關係的位移跟改變 然後以這一次來講 WHO確實是影響了全球 對於這一個疫情的控管 他本來就是叫他WHO的意思就是 全世界重大衛生議題 重大流行病 就是他要來找大家一起來開會 討論怎麼處理 那當然過去比較常見的 這些流行病都是發生在 我們講的發展開發中國家 比方伊波拉的疫情 所以當時其實世界各國 像這種已開發國家 我就捐錢就好了嘛 反正WHO你應該會處理 然後大家做做這種善事 覺得很愉快 沒有想到這一次的疫情 隱匿的結果是 全世界這種已開發國家 已經發展 發展很好的這種文明國家 通通都受到這麼大的災難 最糟糕就是美國 那美國他又很誠實 他又不像中國隱匿的疫情 所以美國出現 這麼大量的人的死亡 而且其實你看 他的醫療人員那邊 回饋出來的 就是每個進來的病人 幾乎都是要急救 每個進來都是會死掉的這種 這個災難跟傷痛太大了 這對美國是無法承受 所以其實在這個疫情 美國變這麼嚴重之前 他們的國會就已經有提到說 要對於他們 對於WHO的捐助 要砍一點錢下來了 那川普這一次 他現在動作變得更大 就是我直接這錢都不給了 這個動作我覺得非常有意義 這個動作 當然有一些人會談到說 會不會其他的國家 會想要在這個 既然你美國撤了 那我們要想要在 這個WHO裡面當老大 可是大家現在應該都看得到 真正所有的老大是在這一個 譚德塞後面那隻手 所以其實你說英國 法國 會在這個時候搶劲說 我願意捐更多的錢嗎 我不太認為會這個方向 反而是川普提出來說 我們這個錢不給WHO 我們自己另外出來成立一個 比較好的國際組織 我覺得這個方向 比較有可能發展 那美國內部事實上是挺台灣 很有可能加入全新的 全球的美國為核心的 新的這一個 全球平台的組織 而公共衛生的管理 也可能只是其中的一環 我覺得這件事情 公共衛生的管理 或者是我們的醫療技術的發展 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再補充幾個事情 其實當年海地大地震的時候 台灣也是派了醫療團 過去幫忙的 而且我們那時候 是跟聯合國的 這個維安部隊 一起在協助的 所以事實上 在實際上第一線的 這個援助的層次裡面 包含我們對於 非洲的很多國家 在那邊建醫院 幫他們建立醫療系統 其實真的了解的話 都知道台灣的 醫療狀況是好的 公共衛生的處理 也是好的 尤其這一次 你看越來越多報道 都提到說 台灣是全世界 在這一次的冠狀病毒 這個疫情最快反映的 處理最好的 而且在最快的時間之內 把應該有戰備物資做出來 現在還有辦法捐給別人 所以我個人 也會比較認為說 當然有沒有可能 一開始他成立的時候 那麼快說 現在馬上打那個WHO的臉 說台灣你來 我不敢講到這麼樂觀 但是我會認為 台灣在未來 如果我們有機會 成了新的這個 我們講國際組織的角色 或者是角力裡面 我們不會是那個 任由人家決定 能不能進來那個棋子 我們會用 我們這一次的防疫實力 成為其中的重要的藥角 而且這一次事實上 台美在各式各樣 醫療跟防疫的合作 是更加的緊密 對 其實前幾年 就已經開始有一些合作了 因為我們是所謂的 台灣關係法 四十週年的時候 就是差不多去年這個時候 美國來了非常多大官 非常多重要的官員 那時候就已經表現出 願意跟台灣的各個方式合作 那當時我們也提到 其實當時比較重要的合作 是所謂的印太策略 在這個地方的 我們講比較security的部分 但是醫療那邊 我們一直都會常常 跟大家強調說 台灣的醫療真的很不錯 我們願意跟大家合作 那這一次當然 大概在一個月前 AIT就已經大肆地講 我們跟他們簽了這個協議 包含疫苗的協助 物資的協助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 有指標性的一個動作 所以其實應該 與其說我們未來會有合作 應該要講的是說 現在已經開始在合作 好 那我請教一下洪醫師 洪醫師你也是第一線的醫師 長期在第一線的 這個基層的診所 做這個醫護相關的工作 你怎麼觀察 如今全球找WHO追討這一筆責任 那這裡頭有兩個層次 一個是人道跟個人的 這一個人命的責任 另外一個是晶圓的部分 其實WHO 我這一次我的看法是 當然有沒有delay 當然有delay 我們12月31號就發通知給他了 任何傳染病的醫師看到這樣的 應該要採取行動 但是他沒有採取行動 那為什麼 一個是說他只是失職 他比較晚才 可是我覺得這不是很大 那萬一我覺得要去 其實現在美國的議員 有跟他說去查 他跟中國的通聯記錄 那還有一個 我認為要查他的金流 他們查到他的帳 只要他是因為收了 任何中國的一毛錢 而去做這樣的一個delay 這個是戰犯 這個就類似我們一個 二次大戰完之後 我們要追討 為什麼 就是說你今天是收錢 二戰之後 你無保大神 是追討納粹的 這一個救責的 對你去配合中國去講說 不會人傳人 那個那這delay之後 你知道delay了一個禮拜 可能要死多少 我們現在已經11萬人了 那這11萬人的人命 不是說一個是我們講說失職嘛 你是無能 那你下台 我們現在全世界幾乎都是在說 我把你拉下台就好 可是你有沒有 你如果是拿錢 你就是犯罪 這個是要追討的 不是這麼簡單的 而且以全世界 這一次的疫情的延燒來講 現在看起來 美國的疫情趨緩 然後歐洲的疫情 隨著封城之後 也稍微這一個趨緩 那這個趨緩的狀況 在歐美國家 因為付出龐大的封城代價之後 明顯的看到 但是很明顯 它燒到某幾個人口密集 而且經濟處境 跟醫療環境 比較落後的地方 比方說印度 比方非洲 甚或巴西拉丁美洲 也開始傳出疫情 那這幾個地區 有幾個很重要的核心 印度10多億人口 非洲也是10億左右 然後呢 再來人口多 而且普遍的經濟跟衛生 還有醫療環境都是特別差的 在燒到這幾個地區的時候 它事實上造成的人命的傷害 可能遠比美國 遠比歐洲還要大 對 其實我們真的是非常擔心非洲 那我們講說非洲有幾個非常不利的一個因素 根據那個聯合國 這個兒童協會 他們在尤其在東部跟南部那些 他們在發現 其實歐洲 非洲有兩億八千多萬人 可能在沒有那個水都沒有 缺水的一個環境 我們講說這個疾病最重要 我們講說要洗手 他們連缺水都沒有 他們怎麼洗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其實非洲國家 他們的醫療資源非常非常的缺乏 最大的叫南非 那南非 他們人口五千八百萬 他們的呼吸器加護病房 才一千床而已 而且大部分都用在治療 艾滋病 伊波拉病毒 結合病 所以他們剩下多少資源 可以去管 那非洲最近有一個東西 他們更害怕 叫蝗災 他們大量的蝗蟲過來 那個真的是把他們吃掉 所有東西 那非洲他們還有一個 他們像他們是上下四五代 全部都聚 他們的 他們跟我以前很像 很喜歡聚集在一起 所以他們人口是都住在同一個家庭 然後非常非常密集的 那加上他們的那個物資缺乏 平常的那個營養都不良 所以你要萬一一旦在非洲大爆發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 他們也沒有任何的方法 任何的金錢去救這個疾病 就對於全球某一些落後國家來講 洗手都是奢侈 酒精都是奢侈 那口罩都是遙不可及的奢侈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一場疫情重創人類社會 所以這一次川普帶頭砍了WHO的金元 同時算WHO跟中國引力疫情的仗 然而人類社會到底要如何跟病毒打仗 現在看起來美國很有可能 疫情稍微暫時趨緩之後 現在拼的是5月1號 有限度的復工 然而復工究竟可以復到什麼程度 是隨著疫情跟這一個病毒傳播而調整的 偏偏呢這個病毒就算天氣熱了 夏天來了稍微趨緩了 秋冬很有可能再來一波 那我們又怎麼面對未來這一年呢 好 林醫師 我們剛剛看到的是白宮的醫療顧問 那夫妻事實上已經80歲了 不過老陳某國 他自己也平斷這一個病毒 即便天氣熱夏天趨緩之後 秋冬會再來 那秋冬再來的時候 如何管控 也這個注定意味著 我們可能要付出多大的代價 那剛剛講 今天川普帶頭算WHO的錢 台灣社會的納税15人 事實上今年所得稅 可能可以延後到六月份繳納 但是每一個在繳稅的 看到台灣的健保如何使用 社會福利如何濫用 都非常有感 這一次旅居海外的一堆人 這一堆人當中 可能終生沒有在台灣繳過 綜合所得稅 我講的是綜合所得稅 不是那種在台灣有繼承房子 然後跟我說 我在台灣也繳過一點點房屋稅 土地稅的 這些人呢 一旦發生了病毒跟疫情的惡化 通通飛奔回來台灣就醫 其實我們真的也說實在 我覺得也蠻高興 終於大家這一段時間 終於願意來討論健保的事情 因為健保呢 我們過去健保署都會拿 民眾滿意度什麼八成多來講 然後後面都不講一個事情 是醫療界的反對度也是八成多 那在醫療界這邊看 事實上我們都認 我們沒有錯 我們都承認健保能夠讓台灣的民眾 不要因病而病 因病而平 也讓大家就不會有一個 就收費的門檻 而不敢去看病 那尤其在傳染病這件事情上 是非常重要的 不過這一次 大家開始提到了 事實上我覺得比較更早之前 還有的包含說 那個血友病的治療 送藥送到中國去 明明中國也有藥 這一個部分 所以我想剛剛提到了 接下來我們會面對到幾個事情 第一個這個疫情 真的現在全球都認為可能不會這麼早結束 以前覺得天氣熱就沒事了 可是你南北半球這樣來來去去 我們要有長期抗戰的打算 第二個事情就是說 其實經濟上面的損傷 會是個很大的問題 也就是不能那麼天真的覺得 沒有關係國家會買單 過去都是用這種心情在看待的 因為以前我們曾經檢討過 這種所謂長期住在國外 回來使用健保 使用完就飛走了 說實在你回來 你在這邊安老 我們都沒有話講 可是你是用完就飛回去 那平常也不認為這是國家 只是把它當成是一個隨時要來的地方 他們有人講說健保得來數 這個對於這個大家的相對剝奪感很重 那當國家過去經濟狀況可能還可以 或者是還對民眾用這種方式買單的時候 我覺得現在這樣文化已經不一樣 好那我們來討論一個本質的問題 陳時聖自己證實了 事實上每一人這一次的醫療的相關的費用 約莫要兩三百萬 那我們回頭來講 台灣誰在找健保費率 我很誠實講 第一個他跟綜合所的稅掛鉤 今天假設我在一個公司任職 我每個月薪資5萬塊 我繳的費率就是接近5% 然後呢 這一個接近5%的費率會有兩個人承擔 一個是我是一個勞工 另外一個是我的老闆雇主 所以他跟誰掛鉤 他跟稅掛鉤 而且是綜合所得稅 我講一句不好聽了 土地稅房屋稅地價稅有掛鉤健保費率嗎 沒有 然後呢 後來呢 一般的勞工這樣子繳了老半天不夠之後 中和民國發展了一個二代健保補充保稅 可是呢 今天如果你在美國演講 你拿到1萬塊美金的演講費 你不會有二代健保補充保稅的稅率問題 但是你在台灣演講 你拿到1萬塊錢台幣的演講費 你會要繳2%的補充保稅 然後在美國演講的不用繳這一條錢 以及他任何生病 他可以灰肥來台灣 來享用你所有一切健保的福利 沒有繳稅貢獻 尤其是綜合所得稅貢獻的人 憑什麼無上限的使用健保 所以其實這個三個東西要處理 第一件事情當然講 以現在所謂的回國 然後即使是外國人確診 這個部分因為是傳染病防治法必須處理的 這個東西跟健保是脫鉤 所以這塊我們另外去處理 那個是多數都要這樣弄 但健保裡面有兩個事情要處理 一個就是我一直在提的 停保跟復保的問題 也就是說我們過去的停保跟復保 太過寬鬆 變成我爽停就停 我爽保就保 那我平常都停 我連腳那麼一點點錢 我都不願意 我一回來我馬上復保 復保完了之後 我一出去我又停保 這一塊一定要處理 這一塊要把復保條件拉嚴格 就是你要復保 我要拉長時間 你住的夠久我才讓你復保 這次停復保在我們講的 這個我們講的健保法的施行細則 就可以處理的 再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全部我們要重新來認為 它雖然叫健康保險法 它在邏輯裡面用保險處理 可是它裡面有稅的補充 那這個部分要做處理的事情 就是包含說把繳稅的這個急距 再做一些調整 再來的話呢 重新承認它就是跟社會福利有關 那跟社會福利有關 跟保險就不一樣了 保險是我是保人 那你就要讓我保 而且你要給我這些所謂的 給的這些保費的這個處理 福利的話就是國家有權力決定 我要不要給你這件事情 所以回到社會福利的立場 國家就要來認定是說 包含你居住多久 我會讓你使用這個部分 再來你居住在這邊 因為我們為什麼居住在這邊要使用 包含整個社會 要一起能夠來承擔這個健康 我打你一個岔 今天如果是社會福利的定義 我們可以類似年輕掛鉤 我舉一個例 有一個人如果他是地球上的社會精英 他在華爾街賺了很多錢 然後呢他回台灣呢 他可能拿著華爾街的退休金 回台灣退休養老 可是他不會有台灣的勞保年金 他終生沒有繳過健保費率 也沒有繳過勞保費率 所以他在台灣不會有勞保年金 可是他會有健保資源 這樣的人我們要不要讓他 以後在台灣就醫 OK我讓你人道就醫 但是請你自費 這個部分有一點困難就是說 你要去決定的是 那這個人他住多久 他在台灣是幾歲回來這邊之後 他的醫療要自費 其實就是要重新來把社會福利的精神 放進這個所謂健保的立場 因為過去都用保險來看待 所以我們的政府會用說 你是保人 所以我不敢對你怎麼樣 可是社會福利的話 就可以決定你 誰可以用這個社會福利 誰是這個社會福利裡面 政府要多照顧你一點的 以及誰是這個社會福利裡面 政府只給你最基本的那一塊的 這樣的話在氣候健保法裡面 就有辦法去做一些處理 好 侯醫師你怎麼觀察 我個人是認同 健保如果大家都要跟綜合所得稅掛高 很好 我們就從綜合所得稅的邏輯 來算這筆帳 我覺得可以趁這波疫情過之後 討論一下三代健保 那我覺得三代健保 其實叫一個公平符合的原則 其實比如說你的收入高了 的確我們繳的那個健保費是比較高 可是你繳的高 不見得你會使用比較多 比如說我繳很多的健保費 我從來很少去看病的 那我自己都自己看 然後就拿個藥就吃 但是我覺得你一定要符合 那個社會公平正義之原則 我其實讓國人最反彈的是 長崎旅居國外的 中國的 然後都在 事實上他回來 他就只有寒暑假回來 做一些健檢 體檢 拿一些藥 臺灣真的是非常好 包括國人出國去 你知道我們洗腎 然後去那邊 去國外洗腎 他回來之後還可以退一些費用 他只要拿到收據 就是說臺灣的 我覺得但是他錢真的不夠啊 那怎麼辦 他就是把我們的所有的 壓榨醫護人員 那長期壓榨醫護 結果呢 卻長期的造福某一些沒有貢獻的人 有沒有必要挑戰 最大的問題就在這裡 我覺得這一塊大餅 第一個是大餅如何做到 第二個是大餅如何去分 這個是我覺得我們很多的很好的藥都退出臺灣的市場 因為你只在給的健保價格實在太低了 之前說我們打梅毒的那個也沒有 我們很多的鐵劑也都跑 都不想了 那這個還有怪怪我們洗腎的幾部 我十幾年前還有四千一 現在剩下三千三 三千四 那我覺得很多的東西大家都在搶每個 其實牙科說不夠 中醫說不夠 每個人都說不夠 那第一個 但為什麼要給一些沒有繳稅的人在使用 既然已經不夠 我覺得這一塊扣掉也不是很大一塊啦 但是我覺得你又要兼顧到社會福利或什麼 或許有一個另外一個地方叫小健保 你今天這個族群的人 他可以用的 但是他享受的一些東西 可能是這都還可以後續再討論 但是對於這次三個從長居國外回來的 我覺得我最不滿意的地方是太自私了 他在國外可能他先生確診 他自己也有症狀 但是他完全不講 只是要回來 那回來你有沒有想過你這一回來 你是要保護你自己 我在美國搞不好呼吸機不夠 搞不好萬一我變得呼吸衰竭 可是你一回來那些空服員怎麼辦 跟你同肌的人怎麼辦 你怎麼可以自私到這樣的一個程度 就是超級傳染病歸超級傳染病 然而制度的漏洞歸制度的漏洞 那這一次傳染病的特例 那他造成的特殊情境也就認了 但是如果這個制度有漏洞 為什麼這個制度不要去調整跟修改 好 我們稍後再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美國因為這次疫情的重傷 不但算了WHO的這個帳 川普直接斷了金元 同時 那美國各界各種人物 都找北京中南海算帳 然後北京中南海面對的是 全球的反中跟排華的龐大的壓力 那這個超級壓力過不斷的累積 所以呢 這一個問一下 明姐 這兩天 然後美軍機事實上三週十二度落台 然而老共除了遼寧舰 這個落台之外 事實上老共各式各樣的 這個在太平洋上面跟美軍 爭鋒相對的壓力也拉高 事實上最近的這個情勢 的確是有升溫 那事實上美國的軍機 如果就我的統計 可能不止三週十二度 他從四月八號開始 一連到今天十五號來講 已經一連八天 每天都有軍機 在台灣周邊的海域巡邏 那這當然是因為 相對應這個遼寧號 出第一島鏈 遼寧號現在應該已經進入台海 穿過巴士海峽 那等於說美軍除了 這個在台海巡逸 穩定這個區域的 這個這個情勢之外 他也是在跟監 所謂遼寧號他的動向 那回到所謂的 我們先前都在談 美中的這個軍事角力 事實上回到我們自己 台灣本身 當然台灣的這個安全 本來就是靠我們自己 那最重要的是 事實上最近國軍 有一連串的一些 我覺得是強化戰備的 一些動作 我覺得有必要讓外界了解 就是說國軍在這次 事實上從很早的時候 不只前進部署 在防疫的部分 事實上 譬如說優先隔離 這個分流 這個做一些 這個預先的處置之外 另外在戰備的部分 事實上外界 比較沒有觀察到 是四月的確 所以在台灣東面的 這一個空域海域是相對 是這個情勢是升高的 因為我們在台東外海 事實上這個軍方有發布 所謂的這個射擊通報 那空域有進行管制 在四月來講 有超過將近二十天 二十天我們的空軍的戰機 在台東外海 都有進行空對空跟空對海的 飛彈的射擊 所以這樣的一個平凡的一個武力展示 我們也是在這個跟解放軍強調 台灣有一定的嚇阻能力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說外界關注 特別是先前台東 說這個夜間發生 哇很大的這個爆炸聲響 大家認為說 這個是什麼樣的武器 在做測試 那後來這個據傳是 這個天弓三型飛彈 在這個九棚基地外 那進行所謂的這個性能測試 那天弓三型 事實上有一個專案 我們現在天弓三型 基本上國軍已經採購了十二套 準備採購十二套 總共花了七百多億 那天弓三型本來的性能就非常好 那媲美美國的愛國者三型 那只是說他的這個 基本上他是用這個長白雷達 徵收的範圍非常廣 大概可以達兩百公里 那如果擺在東部 基本上我們的ADIZ防空識別區 是在台灣東面 大概約一百公里距離 所以就是說在這距離以外 都可以徵收到這個目標 那可以這個長白雷達 可以徵收一百個目標 那同時打擊二十四個目標 那速度非常快 天弓三型飛彈的這個速度 高達五馬赫 那愛國者三型也是五馬赫 所以不輸美智愛國者三型 那另外他有特色 他末端的這個雷達導引 他會追擊目標 另外他還可以透過 這個雷達徵收 在上修資料鏈 那等於說把最新的 這個資訊傳到飛彈本身 讓他去做追擊 那這一次為什麼要做試射 那試射這個動作過去去年 前年應該都有做 那主要是在挑戰一個目標 就是說現在天弓三型 他的色高大概是四十公里 愛國者三型 他可以反飛彈 他更好的原因是因為 他色高可以到六十公里 那所以現在天弓三型 所謂的強攻專案 他想要挑戰到七十公里的 色高攔截高度 所以如果可以達到 這個高度的情況之下 未來這個天弓三型 他也可以具備攔截 彈道飛彈的這個能力 所以事實的 在這個台灣的東面 我們沒有在西面射 那我們在東面射 那等於說 這個展現我們的 這個防空飛彈的能力 那等於說 不管你今天是共機 要這個從東面來也好 或者你從海上來也好 那我們東面 事實上都有一定的兵力部署 特別是先前遼寧號 出來的時候 從台灣東來 應該保持 跟台灣還是有一定的距離 不過國防部也證實說 我們在東部的 這168艦隊 我想應該是紀德艦 應該是有出海 去做相關的這個防禦跟戰備 那紀德艦上面 也有先前美國深蹲艦上面 這個特別試射的 標準二型防空飛彈 性能也非常優越 所以整個國軍的戰備 是持續在進行 那我們事實上也不是 這個面對中共的 這個軍機老台 也不是一兩次 從2015年到現在 我算一算 至少超過50次 我們等於每天都在 這一個高度的戒備之下 所以我們這一次說 為什麼台灣防疫 做得很好 因為老共每天都在恐嚇你 每天都都做資料 要嚇唬你 所以我們每天 國軍都在戰備 每天都在兵推 是每天都在兵推 那每天都在演習 每天都在假設 他哪一天 如果真的要武力犯台 不像義大利人 對 所以我們事實上 本來就非常緊繃 所以一碰到疫情 大家反應也都很快 警覺性很高 那這個部分 我覺得我們國軍的戰備 我覺得至少 台灣內部的民眾 是不用太擔心 那至於另外最近 還有大陸也 這個內部官媒 也在盛傳說 台灣很奇怪 你的這個北部空防 負責本來在新竹 這個進駐的 這個幻象戰機 最近似乎好像 移防到台中 清泉岡基地 那就有大陸的官媒在唱 所以說這個跟 跟這個在校美軍的 羅斯福拉航母染疫一樣 好像西太平洋 出現戰力的空隙 那他也認為 台灣的北部空防 是不是因為幻象戰機 移防 也出現所謂的戰力空窗 那這個部分事實上 國防部有特別強調 我們這個幻象戰機 新竹的這個跑道 因為已經這個年 年限比較久了 本來就要進行 跑道的整修工程 所以在某個程度 的確目前有把 幻象戰機的這些 所謂裝備跟人員 移防到台中清泉岡 但是也預留了 四到六架 在那裡有一個 副跑道可以做 緊急升空之用 那當初幻象戰機 部署在新竹 本來就有它 比較深重的含義 因為幻象戰機 相較於我們自己國造的IDF 跟F16來 跟美國採購F16來講 幻象戰機的設計 是比較特別 我們看到它是三角翼 那它的這個 這算是單引擎 但是它的這個 這個發動機的推力非常高 它最大 開後燃器的話 最大推力 可以到21,400磅 那三角翼的 這個設計的特性 就是說讓它的生力很強 所以它可以在 非常短的時間之內 這高速 就抵達高空的 這個區域 去進行對敵機的攔截 所以為什麼當初 把它部署在新竹 有這樣一個 很重要的意義 那現在當然 它這個 以防到這個台中 那是這個中間 有一些部分戰力 是到那裡 但是事實上 台中到新竹 對戰機的速度來講 幻象最快 可以飛到2.2馬赫 事實上 這只是幾十秒間的 這個差距 那個影響不大 特別是北部 還有很重要的空防 譬如說包含 我們這個天空二型的飛彈 天空三型的飛彈 愛國者三型 在北部有三個連 那這些飛彈 事實上 對於敵機的來襲 都有非常大的 這個嚇阻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 絕對不是北部唱空城劑 那我們的空防 一定有經過評估 那有這個 適當的這個替補兵力 所以這個部分 我覺得國內也不用擔心 最後一個部分 我們也觀察到 美國有智庫 最近有專家也提到說 這個 共機不斷的 這個騷擾台灣 那甚至現在的 航母艦隊 不斷的出 第一島鏈的情況之下 那認為說 事實上 為什麼日本跟台灣 不聯手來做一個 一個防備 聯合的這個動作 那當然這個背後 這個專家是特別強調說 如果今天對美國來講 你今天如果失去台灣的話 讓解放軍進駐到 所謂整個西太平洋 最核心的這個戰略位置的話 失去台灣就等於失去日本 所以你如果今天沒有台灣的話 基本上日本 非常也可能守不住 對日本來講更重要 日本如果說 你今天失去台灣的話 特別是台海 這一條戰略要到 對日本來講 是生命補給線 如果一旦被解放軍掌握 被中共近戰的話 基本上這一段 這個生命補給線 絕對會被切斷 對日本來講 也是嚴重的國安危機 所以他有呼籲說 事實上 日本跟台灣應該要聯手 進一步強化 軍事上面的交流 那我們也知道 台灣當然是有 這樣很高的意願 但是日本我們看到 就是說幾任政府 現在包括 包括現在的安倍政府 對於中國 是有所顧忌的 雖然他們在釣魚台 這個問題上面 是雙方是有所爭議的 但是安倍政府 看起來 對於中國的 這個外交上的關係 他是不願意打破 那特別軍事 跟台灣合作 這個部分 相對來講 對他來講 是非常敏感 那我們是認為 現在我們就我們所知 目前的確是有 日本的退役的軍官 譬如說跟台灣 以學術交流的方式進行 但是我們也認為說 的確未來有必要進一步 台日之間要聯手 那美國智庫 他當然就建議 如果說你今天 台日不方便直接出面 事實上美軍 可以出面來做協調 特別是美日的關係 本來就有一個 聯盟的關係 那是不是 譬如說邀請日本 同時邀請日本 邀請台灣的軍方 從聯絡員開始 最基層的 或者人道救援的演習也好 甚至到第三地 到關島 共同來進行所謂的交流 那培養雙方的默契 未來至少 譬如說在共機 持續這個 要進出第一島鏈的 這過程中 特別在北面的 宮古海峽 這個空域 事實上台日可以共同聯手 辦飛 那減輕彼此 在戰備上的壓力 我覺得這個部分 是未來非常值得 這個進一步去發展的 這個軍事交流 好 那明杰 前幾天事實上 媒體還有追蹤報導 三月份 墨健來台的時候 這個外界 關心追蹤的是 墨健是不是在台灣 推銷 這個標準身型的飛彈 那這裡頭呢 對於中國的短程 跟中程的飛彈 台灣會有比較強大的 防禦跟軍事 這一個作戰的能力 墨健這個說法 國防部沒有證實 那有這樣的傳言 我們也看到 但是就是說 據說他推銷的是 高達百億的 標準三型飛彈 那標準三型飛彈 對於台灣來講 當然如果可以獲得 在防空上面 當然也是有所注意 我簡單講一下 就是說標準三型飛彈 它跟標準二型 標準二型 我們現在目前 我們的既得艦 跟美國採購的四艘 上面就配備標準二型 標準二型主要用於 這個對戰機的來攔截 那性能事實上 已經非常優越 那標準三型 它基本上就是用 用來作為反飛彈 反導彈之用 那日本基本上 它的神盾艦 新一代的這個神盾艦 包含這個摩尼級 然後這個先前 還有艾蕩級 基本上它有配備 所謂的標準三型 那目的本來 日本的這個神盾艦 配備這個飛彈的目的 原因是用於 在它的日本海周邊 要攔截北韓的 彈道飛彈威脅 所以日本的確 它的智慧隊 已經跟美國採購 這一型的飛彈 不過這一型的飛彈 價格非常昂貴 那未來就是說 對台灣來講 因為台灣跟日本 跟大陸之間的 這個台灣海峽距離 最短不過150公里 那如果這個海基型的 反飛彈的 這個標準三型 要部署在我們的 船艦上面的時候 第一個我們的船艦 要有能力發射 要改裝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的船艦 必須要在台海 那在台海事實上 大型的船艦來講 相對是比較危險 所以這個對於台灣 未來適不適用 這樣的一個飛彈 我覺得有必要進一步研究 好 我們稍後再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 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一場疫情 改變了美中之間的關係 跟國際之間的 國際政治關係 然而這一次全球 反中跟算總戰的壓力 更大了 那問一下加隆大哥 美國事實上 這兩天庫德洛 直接公開喊話說 任何工廠只要要搬離中國的話 你的設備 你的費用 你的IP都沒有關係 來找我勤款 我來買單 所以美國跟中國的硬脫鉤 這一個趨勢 這一個發展 越來越強烈 這個硬脫鉤 可以再詳細分幾個階段 來觀察 那我們現在看到 製造業生產線的設備 甚至於你剛剛提到 這個智慧財產權 這個政府來補助 那麼這件事情其實製造業撤出中國 我們仔細想 他在貿易戰之前已經在開始進行 原因是因為兩個 就是他的勞工成本在上升 第二個他的環保要求在提高 所以原本一部分的製造業 比如說製協業 有一些行業已經在開始移 然後經過加關稅以後貿易戰 更多行業開始移 但是移得還不夠 結果這一次的疫情 這個等於是促成了這個脫鉤 更明顯更有需要 可是這個脫鉤並不是在產業鏈脫鉤 停在這裡而已 它其實會發展到下一個階段 叫做全方位脫鉤 第一個我們現在問 你現在脫鉤的話 是把中國的這個世界工廠 這個角色你跟它脫鉤 然後你從追求貿易跟分工的這個利益 轉成考慮到安全 比如說醫療安全 國家安全這樣子 那在這個問題裡面 我們插播一下 就是這個台灣有特殊的角色 因為中國大陸的出口製造業 大部分是台商嘛 那麼台商要不要撤 那台商的遷移會用 我們政府要不要跟進 或者有什麼應對之策 那麼接下來一個問題就是 與世界市場要不要脫鉤 就是中國大陸已經從世界工廠 發展成世界市場 它中韓階級崛起 它也變成一個市場 那麼很多跨國企業 是要把產品賣進中國大陸市場 所以你不是那個製造 製造業生產線 牽出來這樣的脫鉤而已 你要不要那個 連這個中國大陸的市場 也不要了 就是然後這個脫鉤 為什麼有意義呢 因為第一個案子 我們都知道3M的生產的口罩 對 不讓它出來 它有出口管制 第二個資本管制 你賺了錢匯不出來 第三個那個黨 黨組織要在各個企業成立 你那個政治監管進來 你這個外資企業的運作 是不是很方便呢 所以你要再把產品和服務 賣進這個中國大陸市場的話 也會有問題 要不要脫鉤 再來更重要的是 科技跟金融的脫鉤 比如說中國大陸的企業 要去國外詬病 為了取得技術 你要不要准 現在有很多就要擋下來 對不對 那那個兌付智慧財產局的竊取 兌付千人計畫 還有人才的交流 我要不要收中國大陸來的 這個研究生 或者訪問學者 這個人才的交流 你要擋下來 才能夠真的守住 你的這個科技 所以科技的脫鉤 也是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再來金融脫鉤 華爾街還要不要在中國大陸做生意 然後呢 香港是外來直接投資的 一個重要窗口 你要不要讓香港這個金融中心 繼續幫他來爭取投資 所以這些脫鉤 叫做全換位脫鉤 全換位脫鉤以後下來呢 還叫做去中國化 比如說 很多親中共的媒體 或國際機構 你要不要處理 所以現在那個川普 要對付WHO的 親中共的這些措施 做法 就是一個例子 所以呢 第一個 我們看到 他不是只有美國 日本 德國 現在想要把產業鏈搬出來 現在是將來 整個西方國家 都會產生去中國化的 這個現實的需要 然後呢 這個國際組織的 這個紅色滲透 包括美國的媒體 也有紅色滲透 像那個川普 很介意的這個CNN 紐約時報 有些文章或立場 美國之音 美國之音 對對對 你講美國之音 等於在採取 親中共的觀點 那怎麼行 對不對 所以美國的脫鉤 不是只是 美國之音的狀況 跟譚德塞一樣 就老美出錢 但是中間的執行者 他到底是不是代理人 譚德塞到底是誰的代理人 他是WHO的人 還是是北京中南海的人 那美國之音 害了很多中國出身背景的員工 所以呢 他的法人營運的金主是老美政府 可是他的實際掌權者代理人 到底代理誰 你講出來一個重點 就是這個脫鉤 並不是單純一個產業鏈脫鉤而已 所以現在變成說 WHO只是指標案例 那WHO這個案例 保證可以擴大到全世界 以及老美當冤大頭出錢的所有組織 對 這才是脫鉤的真正意涵 就是所謂的進一步升級 為去中國化 那去中國化 如果再一路走下去 順著這個脈絡的話 將來會變成什麼 變成冷戰 變成圍堵 那這個就扯到大國博弈的一個情況 那麼第一個 美國要推動去中國化 那麼中共的緩急手段之一 就是要去美元化 他要直接挑戰美元 所以包括一些石油交易 用人民幣 或者用歐元來結算 不要用美元 或者以物易物 對 以物易物 總而言之就是繞過美元 他要再推去美元化 這樣子 那麼第二個 我們補充一下 就是美元的作用 在貿易結算上 它叫交易資產 但是美元如果作為安全資產的話 它是全世界首選 其他貨幣比不上 好 那麼接下來的話 就是說這一次疫情的話 讓人家批評 說美國的這個 國際事務上的領導能力 這一次的確有受傷 就是美國的反應 好像也不怎麼行 相比之下 當然台灣反應 還反而還比較好 可是呢 即便美國的領導力被質疑 中共其實還不能填補這個角色 然後接下來呢 這個中國大陸的一些分析是認為 你產業鏈要撤出中國 在其他地方建立獨立完整的產業鏈的話 需要時間沒那麼容易 可是他們等於一下 自我先自我安慰一下 可是他們也承認 如果不做應變的話 這個對中國經濟的話 非常重的打擊 所以呢 今天討論了半天 有一個唯一的那個機會 就是利用這一段空窗期 中國換下習近平的這種戰狼路線 融入國際遊戲規則 否則將來在冷戰的情況下 中國經濟還會更糟糕 好那月中 這一次喔 因為來到四月份喔 那台灣社會也在觀察 台灣究竟喔 受到疫情的影響會有多大 那以Q1的這一個業績來看喔 確實有一些人是贏家 有一些人是輸家 然後確實台灣是一個超級科技島系島 以這次來講 台積電喔 這兩天要法說 但是台積電的表現 仍然在Q1也是相對搶眼的 確實喔 現在從現在開始一直到五月中 就是台股開始第一季的季爆 不過呢 比較先的數字就是營收數字 已經先出來 詳細的獲利我們是還沒有 所以我們先給大家看營收部分 好 像我第一張表我們看到的是 就以總營收的金額來排名 前十大的台灣的企業 除了兩家金控 一家石化業之外呢 其他期間都是電子產業 對 那大家看到了這個 所以我打個岔喔 前六大就是電子五哥加台積電 對 你看喔 鴻海 核碩 廣達 仁寶 偽創 這個是五哥 然後這個在中國的部位 貢獻很多中國的出口的 這個總體經濟數據 那排名第二的是台積電 是 可是你認真看喔 台積電的年成長率高達42% 是 其他五哥全衰退 沒錯 那當然台積電在中國的布局 相對少很多 好那這是一個很大的關鍵 那再來就是台積電技術 大家都知道領先全世界嘛 跟你這些做代工的差很多啊 你代工坦白說 你的技術門檻 沒有辦法跟台積電比 然後你又這麼倚重中國 那中國在過去第一季的狀況 大家都知道 不用我們多解釋 所以很明顯的電子五哥 還有我們這邊沒有列進去的 華碩也衰退了18% 宏基衰退10% 鷹業膽也衰退了20幾% 所以說你就可以看到 這些過去代工為主的 然後重點都在中國設廠的 基本上在第一季都很慘 對 所以說這是我們看到的 好那另外一個 大家還看到的是台塑化 對 台塑市保 這一次被油價拖累 台塑化衰退幅度高達18% 事實上市保事實上的業績財報 很有可能面對蠻大的虧損壓力 沒有錯 因為第一季油跌得這麼慘 那絕對嘛 因為一個第一季油價跌的六成多 那他們的成本 庫存成本都是很久之前 油價動載五六十塊以上的 結果現在油價升二十出頭塊 可是你終端商品 已經直接先反映現在的市價了 那絕對賠得很慘的嘛 所以說這是提醒大家的地方 來那我們再進一步 如果從成長率來看 那我們剛剛是從金額來看 我們看成長率 你看到第一名的誰 慶祥 做什麼的 遊戲 宅經濟嘛 大家都被關在家裡面 工程在家玩遊戲 對 好 所以這個族群不看的話 大家看到在這前十大成長最高的 絕大部分其實都是跟IC產業有關係的 對 那不管你是直接是半導體的 IC的通路的 IC零組件的 其實你看到大部分 都是這一類的公司 居多 那其他比較意外的是 核泰車 照理說汽車業應該不好 結果核泰車居然還可以逆勢成長這麼多 這也是蠻特別的 好 這是我們看成長的部分 那再看到衰退的部分 哇 這些就提累了 很明顯的 絕大部分都是傳產的居多 那因為這整個 這個說話的上中下游 傳產的上中下游 然後銳移事實上是面板的相關領主店 都受到衰退 那比較指標的是趙鋒金 山商壽 我們先前都還盯過華南永昌的虧損 對 就金融體系也有人Q1出現了衰退或虧損 是 那第一季這些虧損到有幾個原因 一個是自己去踩到地雷 那另外一個其實也是跟中國有關 因為我們自己也討論過受信 我放了一堆 結果中國這些企業倒了 那再來就還有自己 就是真的是自己經營上的問題 那再給大家整理這個表很有意思 大家都知道三月份是這波疫情 到目前為止最嚴重的時候 整個市場也是最差的時候 台股當中居然有52家公司 創歷史新高營收 這真的是很厲害 你說那個業績成長也算了 居然贏算還可以創歷史新高 這真的很厲害 那韓國的什麼產業 其實真的大部分各種產業都有 但是最多大概還是兩個族群 一個是跟電子有關的 另外一個當然就是 這一次的醫療有關的 這些公司 長大 昇達 大樹 盛宏 自從都是有一點醫療相關 對 所以在這一波 大家也知道疫情有關 然後他們就做這些 譬如說像熱營 他們基本上都是有關的東西 所以這一季他們營收創新高 那沒有話說 可是其他的電子業還能創新高 那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厲害 那不過我們還是要最關注台積電 雖然台積電我們看到第一季營收非常漂亮 成長四成多 可是他現在面臨一個問題 他原本在台南的這十八場我們以前也追蹤過 他前三期已經都陸續動工沒有問題 第四期也動工了 可是五六期的場現在喊咖爾 而且四五六期基本上他都是最先進三奈米的 好 那為什麼台積電目前自己沒有講 可是大家預估來跟下一張圖表其實有關係 誰呢 艾斯摩爾出狀況了 因為艾斯摩爾在荷蘭 荷蘭廠 那全世界現在最新先進的機台一定只能用這個EUV 大家看到右邊就是這個EUV的圖樣 它號稱是目前地表上最貴的機器 一台1.2億美金 台積電很厲害 這樣一台就1.2億美金要快四十億台幣 三十多億台幣 對 而且台積電把它的六成產量全部包下來 哦 那它是交貨delay是不是 對 這邊這個新聞裡面其實就有提到了 因為艾斯摩爾因為受到疫情的影響 它整個就delay了 好 那這個部分就是最關鍵 卡到台積電現在準備進入到五奈米 甚至三奈米 重點就是在這裡 所以艾斯摩爾出事了 要開始整個流程 至少要預估要延長一劑以後 那你台積電當然就跟著海咖了嘛 就是艾斯摩爾交機台delay了 對 那台積電的廠房進度就delay了 那他的產能也就跟著delay了 是 那還好這是因為這個先進製程 那還不是說真正他的主力生產 所以對台積電來說 短時間不至於對營收產生影響 因為你正在開始設廠到弄好 可能至少一年半到兩年以後的事情 不過當然這都是我們個人預測 因為台積電我們後天 他會正式開法說會 他應該就會說明這件事情了 只是我們現在從這兩個連鎖的新聞 去推估台積電現在會把這個 這麼重要 大家很指標的三奈米場喊color 應該是跟艾斯摩爾delay有關係 好 我們稍後再回來 哈囉 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哦